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在公众视野亮相的李娜 最近闹了一出乌龙 被很多网友误认成了原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涛 引发了舆论热议 导致李娜被网友认为是周涛 和他新近拍的一则广告有关 广告中的李娜气质优雅 人更是美得没话说 不知道是不是修图过度的缘故 李娜虽然看起来人非常漂亮 但是和之前外界熟悉的那个大脸盘纳姐相比 俨然已经变了一个人 十分神似周涛 已知有网友看了半天 也不敢相信这是久未露面的李娜 怕认错了人 在这件事后被证明 市场乌龙的背后 也由此在网友中引申出了另一个话题 那就是李娜在已经退役八年的情况下 为什么商业价值还能这么抗打 商业活动和广告代言 竟然一直都未曾间断 李娜在意时 运动员时期的李娜 和现在的她有着很大的不同 那时候常年累月刻苦训练 和比赛遭受风吹日晒 让人看不出她有任何的时尚感 直来直去的性格 以及似乎不慎常跟外界打交道 成了很多人对李娜最根深蒂固的认知 这样的李娜被很多人认为 只要运动成绩过硬 就不会缺少关注度 如果哪天退役了 很快就会泯然众人 商业价值直接降至冰点 可是李娜退役后 李娜的商业价值 非但没有像外界认为的那样迅速崩盘 整体方面虽然不如在一时那么可观 但是却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李娜的前途 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新的代言 都从未远离过李娜 其实李娜现在能够抗住自己的商业价值 和两个原因有关 从中也能看出李娜 确实是一个球技和智商群出众的女人 李娜退役没多久 就升级成为了妈妈 但是李娜的这个妈妈身份 并非很多人认为的那样 退役生子后就放弃了对身材的管理 彻底沦为了一名蓬头垢面的家庭主妇 一切围着孩子转 在这方面李娜让人不得不点赞的是 哪怕生了两个孩子 李娜的身材始终都未曾走行 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给人另一种别样的成熟韵味 无论在谁看来 都是一名时尚和健康兼具的辣妈 再者 李娜人前人后 不但不回避外界对自己和孩子相处隐私的话题 反而来者不拒 每次总是大谈特谈自己的育儿经验 每一个言论都让人听后死存良久 觉得很有道理 退役成为妈妈的李娜 在外界眼中 已经化身成了一名育儿专家核心女性 这样的李娜 当然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不缺人气 也许这方面在有些网友们看来 只是李娜还受欢迎 但是在母婴类的品牌企业哪里 就是很好的合作机会 加之李娜形象健康 在育儿方面的观点 总是与众不同 能够打动人心 自然成为了这些品牌眼中 真相想合作的对象 此外 让李娜的商业价值 一直永不落幕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情怀 这不是人为可以营造的 而是大环境对李娜的成全 关注中国内地网球的人都知道 自从李娜退役后 关于谁会成为下一个李娜 这样的话题就从未冷却过 让李娜在情怀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有两方面 每一个都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娜自从2011年 征服罗兰·加洛斯后 她就成了内地金花军团中 最具有征贯实力的人物 几乎她所参加的每项赛事 都让人有信心认为李娜能夺冠 李娜退役后 球迷和网友们的这份期盼和激情 瞬间弱了很多 以至每次看到其他球员 在赛场打拼时 总会有人说 李娜再使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 李娜退役了 我们只希望别总是过早出局 哪怕多打两轮 也是对球迷和网友们一种莫大的安慰 此外 当有内地球员赛前被看好 结果表现令人大失所望时 也会有人说 如果是李娜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顺利晋级一点问题都没有 更有人在看了当前的女网整体情况下 认为李娜真是生错了时代 要是放在现在 职业成就绝不会止步于两个大满官冠军 和李娜有关的情怀简直无处不在 用内地网谈的情怀是李娜 李娜是内地网球的情怀符号 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这一点 或许在有的网友们看来 就是大家还没有忘记李娜 时不时会因为网球想起她 但是在品牌那里 情怀这东西马上就可以变成生意 让很多人从李娜的身上将之顺利地转移到品牌本身 而且根本不需要品牌费尽心思进行太多人为的营销 便可取得自己想要的效果 此次李娜能够因为一支化妆品广告被误认为是周涛 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 想不明白该品牌为何会找李娜代言 原因很简单 辣妈本来就蕴含着诸多的时尚元素 辣妈中的佼佼者李娜 自然是代表时尚的化妆品品牌最佳人选 乌龙事件弄清楚之后 有网友还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李娜的商业价值真的可以一直这么坚挺下去 只要李娜的妈妈和新女性人设不出问题 身为网球明星的李娜 就永远不会被品牌移出关注合作对象的名单之内 最有可能对李娜的商业价值产生极大影响的是 除非哪天中国金花中真的有人战绩超过了李娜 李娜的商业价值才会被品牌重新评估 考虑还有没有跟他合作的必要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月亮和的星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